嗨嗨 我是Penny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夏日穿搭 那這些衣服呢都是我最近期新買的 可是我都還沒有機會穿出門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所以我weekend出門的時候幾乎都是去大自然 我也都沒有去餐廳吃飯啊什麼 就是沒有機會穿這種美美的衣服出門 我因為沒有機會穿出去 所以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買了什麼衣服 然後我真的很期待可以趕快把這些衣服都穿出門 你看像我這件上衣 我想說哇這個超涼快啊 我夏天就可以穿出門 欸完全沒穿過 背都是鏤空的 然後因為我很怕熱我非常怕熱 那我當初買到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就想說哇也太涼了吧 我這件衣服就基本上都是放在衣櫃裡面長灰塵 我就覺得非常可惜 那我就想說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件牛仔裙跟一件牛仔褲 就是我今天身上穿的這個 這個 好 那這個短褲呢 我會來用它擺搭我今天要介紹的上衣 那所有我今天穿的衣服我都會放在底下的連結裡面 然後如果還買得到的話我就可以放得出來 那我的衣服呢這一件像今天這一件 這個應該是ZARA的吧 就是跟大家講一講 它其實可以這樣子拉上來 不會露這麼多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肩帶這個是鬆緊的 然後你可以調整 那如果你拉上來的話就好像欸沒有那麼暴露 也可以這樣穿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性感一點的話 你想要露多一點 比較涼快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 這樣拉下來 下一件是這個 也是白色的 是不是又是一件很涼快的衣服 這一件是Banana Republic 這一件的肩帶可以做調整 可以調到你剛好胸部的位置 所以我這一件我也是蠻喜歡的 而且它不會太透 基本上我裡面是穿有點淺灰色或者是白色的內衣都可以 彩質會稍微比較厚 因為很多像H&M其實就是一件 H&M啊或是ZARA很多品牌 他們賣的衣服都非常非常的透 還有那個什麼 Anthropology 他們的衣服呢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沒有要設計給你穿內衣 那我又不是那種不會穿內衣的人 所以每次我買到那種很透 還有褲子 就是你一定要穿定制褲 或者是穿跟內件褲子本身 顏色一模一樣的內褲才可以穿出門 那我買衣服呢 只要我每次熟到是衣服非常薄很透明 你一定根本就沒辦法穿任何衣服內衣啊 或者是再穿一件內搭什麼的 我就真的會很生氣 心裡會覺得 靠根本就是偷工減料啊 為什麼要設計這麼薄 那我當然知道有些人就是喜歡那種有點若以若現的衣服 但是我就不是我 這邊有兩件都是ZARA的 然後這一件我很喜歡 它是有一種很悠閒 然後又是可以很上班族的一件衣服 裡面有扣子 那它這邊前面是做短板的 所以它其實又不是這麼的正式 可是當你穿上它之後你就會覺得 欸我好像要去上班喔 因為我那天穿起來之後 我覺得哇我好喜歡喔 我覺得好像要去工作了 然後我下面就 我下面就搭了一件黑色的長褲 根本就是上班族 就是比較不是在辦公室那一種 比較不是這麼正式的地方上班 就可以穿這一件 它的扣子你又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綁在肚子上面 好那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基本上夏天 我不太會穿那種淺色 像是淺綠色或是這一種 呃還有灰色的衣服 因為我非常非常會流汗 所以不管是腋下或者是我的背 我的衣服都會濕掉 那就會很明顯 這一件衣服它的材質稍微厚了一點點 當你穿這件衣服的時候 會稍微有一點點熱 那就會流汗 那我那天呢就是很不明智的 穿了這一件衣服去我朋友家 然後我坐地鐵 我到它架的時候 我一下整個是濕的 就是這邊 側面是濕的 我就覺得 天啊這衣服 覺得就不透氣 可是它這種材質就是不透氣 也沒有辦法 下一件也是ZARA的 我覺得它跟這個牛仔褲 就是 我其實很不太會搭配衣服 我只要有時候看到model身上穿什麼 我覺得 欸這一整套都很便宜 然後穿起來好像蠻適合我的 我就會連它的上衣跟褲子 或者是裙子一起買 那這一件衣服 這一件上衣呢 就是 我看它ZARA上面的model穿 然後說 哇好就這樣 我就這一件衣服 配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褲子 其實很喜歡這種白色的襯衫 就是有一種很輕鬆的感覺 就是應該是要oversize的這一種 三觀鬆鬆啊 然後它又不是全白 它是有點米白的顏色 我就覺得 欸好夏天喔 所以我夏天我的衣櫃裡面幾乎都是 那種很白色啊 或者是米白色的衣服 那 這件衣服呢 它現在看起來皺皺對不對 它其實 網路上面它穿起來的時候 就是有一點這種感覺 這件我已經洗過了 我就是一直都 還沒有機會穿出去過 我就是在家裡面自己 欸收到衣服很開心 試穿一下 OK了我就會留著 就這樣 那我自己覺得 穿起來很好看 這件是Ossence 當時我看到的時候 它正在打折 可惜的是它的size沒有很多 所以我選了2號 其實我穿2號或者是4號都可以 2號呢 穿起來就是剛剛好 可是我只要一吃東西的話 褲子就會非常緊繃 任何褲子其實都是 那穿4號呢 又會有一點點鬆鬆的 但是吃飽飯呢就會非常剛好 反正2號4號都可以 那我就選一個2號好了 那因為像是這種裙子有沒有 其實ZARA賣非常非常多 就只是設計上面的問題 然後材質呢 老實說真的差不多 牛仔褲呢 牛仔布料的材質摸起來真的就是 沒什麼兩樣 它不會有像是 綿啊布啊那種材質這麼的多變 牛仔就是牛仔 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當下穿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如果有人穿這件裙子在路上的話 我第一眼會覺得說 欸那件應該是ZARA的吧 或是H&M的 因為他們一定會有做這一類的裙子 只是沒有這麼的好看 這一件呢也是我有一天 無意間看到一個 它好像是在介紹穿搭的吧 它就穿了這一件 all sense的裙子 它其實這樣拿起來有沒有 它真的有點像是水衣 可是呢它的搭配讓我 馬上衝去下單 它下面是有這樣 蕾絲邊 可是它外面做了一件 白色衣服的搭配 我當時想說天啊太好看了吧 我也要買這一件 然後我也一定要這樣子打出門 下一個 你看又是 又是藍色的裙子 這一件我就有穿出門過 Banana Republic的 這一件就是我覺得他們家 少數好看的裙子 他們家其實都是做比較 上班族或是比較 年紀大一點點的裙子類 可是這一件就非常非常的年輕 而且我覺得很時尚 我就一看到想說 哇這個也太適合我了吧 因為我就是很愛藍色啊 我應該是來到紐約之後 就是做了比較多的變化 可能也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子穿 我覺得我穿得太休閒 或者是穿得太運動風的話 有一點格格不入嗎 應該這樣子講 慢慢的這一兩年 就有買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衣服 然後做不一樣的穿搭 再來就是 這個 我跟你們講 疫情期間呢 我真的覺得很煩 因為我的Facebook 跟我的Instagram上面 就是出現各種廣告 不管是賣什麼產品啊 電腦相關的啊 桌子啊 衣服啊 任何飾品啊 反正就是每天被廣告 還有遊戲的廣告轟照 然後有一天 我就無意見看到這個牌子 在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BO BOMI嗎 然後這一件也是 就是有想說 哇這綠色好好看喔 這就是第一件 我想說好 我就要嘗試穿比較 有不同花色的 呃 裙子 或者是連身裙的時候 買的第一件 然後呢 就開啟我整個買花類的 一系列的衣服 這件我真的覺得很好看 我非常非常喜歡 可惜 我非常怕熱的關係 它這一件材質很厚 稍微厚了一點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這個 薄紗 這樣 它就是有兩層就對了 涼快的時候 就是有風的時候 沒有風的時候 你就是整件悶在裡面 跟穿牛仔褲是一模一樣的 但穿裙子還是好一點 因為 呃 不管沒有風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稍微用裙擺 這樣刪一刪風 這樣子 把那個風刪到你的 大腿內側裡面 好 再來就是 這件我也順便介紹一下 好了 這個是疫情之前買的 我想說我要去西班牙的時候 我要一些 傳搭一些搭配 所以我就買了一件 Anthropology的裙子 這一件我也是超級愛 這邊有一個兔子 很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某一個風格 然後我買的時候 我就想說天哪 太好看了 而且打折 Anthropology的東西 其實都很貴 然後這一件我當時打折 Final Sale 然後好像是30幾 還是40幾塊美金吧 哇 我真的很少買到這麼便宜的 Anthropology的東西 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除非打折 我真的不會買 因為他們的原價太貴 而且我知道 他們一定會打折 但他們打折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 就是一定要去到他們的店裡面看 店裡面跟網路上面的東西 就是不一樣 因為我當時看到這一件裙子的時候 它就是只有這一件 它沒有別的size 所以我就只好拿了這一件 這一件稍微有一點點偏大 因為它這一件我穿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點鬆鬆的 但是 不管它又有口袋 然後整個設計 就是我想說 蛤我要去西班牙了 我要趕快買一套穿搭去拍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之後之後 我之後會想要分享我的運動衣服 我最近挖寶挖到了一些 我覺得很好穿的運動褲 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有的資訊 如果我找得到連結的話 我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